本土疫情升温下每天裁剪站都像这样子外头排满了要裁剪的民众 也因此指挥中心滚动是调整新的匡列规定 要被列为居家隔离者条件大变动 只有同住亲友才被匡列会收到居隔单实施三加四 而同班同学跟职场同事一律都采取自主应变 又分为高风险跟低风险者 如果跟确诊者有脱下口罩接触超过15分钟就属于高风险 一旦有症状就快筛 没症状又在已有无打疫苗区分 没打满三剂要居家上班或上学三天 至于打了三剂就能正常上班上学 而低风险者同样有症状快筛 没症状照常上班上学 新制度大幅减少匡列对象 但是否会造成更多漏网之鱼 同事之间或者是同学之间会有某些程度的交谈 这个是很自然 那也没有办法避免 那假如说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那有一些漏网之鱼 这也是有可能 专家认为民众只能尽量避免共产 或脱下口罩交谈 但少匡列没被周出的确诊者势必发生 毕竟病毒已无所不在 不止匡列对象松绑 确诊者隔离也有新制度 居家照护亲证的确诊者 从隔离十天缩为七天 免筛检就能自动解割 第二三天以后慢慢病毒量就避检 所以到一个礼拜左右 他已经避检到相当的程度 所以除非说你跟他有比较密切的接触 那所以才会有这种被感染的风险 疫情还没达到高峰 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提到 美籍计算生物学家倪城志 预测台湾单日确诊高峰二十万例 现阶段最大挑战是75岁以上 长者中有21%拒绝接种疫苗 从香港现况换算 未来台湾将有两万两千名长者死亡 报道更点出台湾两年以来 被全球誉为应对疫情的黄金标准 但这次面对Omicron没有超前部署 且战且走做出的政策让人民困惑 毕竟是不是要走向共存 指挥中心迟迟没给出答案 永远只是老话一句 滚动式调整 TV本新闻连至周宣台北报道